足球新手最应该学习的五个脚底拉球技巧 知识与乐趣并存 足球教练克鲁伊夫带您探索足球的世界 对于初学者来说 从脚底拉球开始学习控球是非常重要的 巴西球员一开始都会练习室内足球 因为在狭小的空间内能更好地学习掌握球 今天我们将学习五个简单的脚底拉球技巧 动作一 脚底推球拉回 当球滚向你 对面有一个对手 你可以用脚底稍微把球向一个方向前推 然后立刻将球反方向拉回来 动作二 脚底后拉前推 这个动作看上去是要脚底拉球往后 然后实际上却向另一边走的技巧 关键是要大步后退 这样才能让动作更真实 你可以假装要把球往后拉 大步后退 然后再将球推出来 在这里拉动的距离其实不大 主要是拉球时跳起来一个大的胯部往后 同时把球往前推出去 动作三 拉球另一脚内胯 这个动作会让对手误以为 你要做一个拉球外胯剪刀脚的动作 但实际上用另一只脚向内胯球 需要以尽可能快速和流畅的方式完成这个动作 从拉球到内胯 这两个动作几乎是同时的 动作四 拉球外胯另一脚外拨 当你拉球时 将球滚动到前面 同时脚腕向外胯 在另一脚拨球加速 如果拉球滚动的太轻 可能无法进行下一步 所以要用较大力度滚动 请注意拉球滚动时需要较大的力度 然后把脚放在远离球的位置 另一个注意事项是 要注意将脚放在远离球的位置 才有利于你的蹬地发力加速 动作五 拨球到身后变向 首先你需要往身后拨球 然后后面的脚跳跃 这样球就会从你的身后穿过 所以请注意两只脚都不能停留在远底 如果后脚停住不动 球就会碰到你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觉得有用有趣 点赞关注转发给你的朋友 我们将不断提供最实用的足球技巧教学 和有趣的高品质足球内容 我们下期见 抖音